新闻一开始带您关注吉兰丹华旺生原住民巴迪族部落爆发怪病的最新进展 尽管当局早前曾经出面澄清 只有两人染病死亡 不过首相署部长维特姆陆D今天却再次做出更正 官方证实所谓的怪病有可能是肺炎 至今已经有14人不治身亡 华旺生的原住民巴迪族部落的呱啦糕肝膀上个月爆发罕见疾病 当局早前表示只有两宗死亡病例 分别是一名男子和少女先后患病离世 两名死者的遗体经过化验后证实 死因和死者肺部受到细菌感染有关 不过掌管国民团结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维特姆陆D公开证实 截至目前染上有关疾病而病逝的确切死亡人数 已经攀升到14人 另外还有83人确诊染病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两名病患情况严重 除了83人员的医院 除了83人员的医院 只有两人员的医院 正在这些医院 有一个女性员 Vitamurti是在吉兰丹召开记者会针对有关事件做出回应 据了解受影响的肝膀一共有189人 他指出当中只有部分村民染病 当局还在针对有关事件做出进一步调查 卫生部将派遣官员到有关的地区巡视 以防止再有新的病例出现 当局也成立移动诊所 以便及时给病患治疗